第16題下列有關常見電池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的碳心電池一般而言是不能夠充電 所以他不會重複使用選項A是錯的 乾電池碳心電池 是以我們中間的碳磅為正極 旁邊的心殼為負極 所以選項B也是錯的 內心電池可充電 而且電壓穩定是對的 因為可以充電所以是屬於二次電池 不是一次電池 所以選項珠是錯的 而我們的碳性電池以氫氧化鉀為電解液 他的壽命會比一般的乾電池碳心電池來的持久 所以選項C是對的 所以第16題問我們說 下列有關常見電池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碳性電池以氫氧化鉀為電解液 電壓穩定 使用壽命叫碳心電池長